由台北水源特定区管理局举办的 2022年全国河川日活动 上周六盛大举行 上午有新电锡三水走毒 下午主场活动则是在碧潭东岸登场 现场规划了互动摊位 还有精彩的舞台表演节目 虽然碰上了寒流 天气冷收收 还是吸引了不少民众到现场一起共襄盛举 在平宁国小太鼓队的鼓声中 由台北水源特定区管理局举办的2022 全国河川日活动 在新电区碧潭东岸广场盛大登场 包括水利署署长赖建信 台北水源特定区管理局局长刘秀凤 清北市水利局局长宋德仁都出席这场盛会 虽然碰上寒流来袭天气冷收收 但还是有不少民众不为风雨及低温到场参加 水利署为了鼓舞国民对于河川的认识 从2010年开始跟全国社区大学一起走毒河川 每年选定一个日子 大家聚在一起就走毒河川的成果来交换新的 今年的河川日活动是由台北水源特定区管理局 接绑办理 主题定为新电西山水走毒 现场水利署也与参与今年度河川日串场活动 小粗坑独地供及电厂巡礼等13条走毒路线的民众 参与网路响应河川点点名的团体单位 共同启动2022年全国河川日活动 并且颁奖表扬110年水患自主防灾社区 评件种子及特优社区 建此号召民众一同守护水源 并且认识水源保护的重要性 我们跟崇光社区大学 大安社区大学 以及自然步道学会 以及所有关心河川社群的所有的朋友 有非常多的路线 总共有12条的路线 然后大家一起在这个路线里面 步道里面去感受到河川及自然之美 另外活动现场也规划了丰富的互动摊位 以及好玩的闯关摩采 虽然下着雨民众还是踊跃参与 玩得不亦乐乎 同时舞台上也有精彩的表演节目 热情的歌舞演出 炒热气氛 让大家忘了寒冷 而台北水源特定区管理局也希望 透过了河川日的举行 鼓励更多民众 投入河川守护行动 让爱护河川不再只是一句口号 2022全国河川日 在 记者生平这门奇 新店采访报道